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這個PX 代表這個事件發生的這個機率 然後PXY 這是條件機率 代表在Y發生的條件底下 X發生的機率 現在他說現在有兩個黑球 兩個白球跟三個紅球 七個大小相同排成一列 這事件A 它是兩顆黑球綁在一起相似 那事件B是兩顆黑球不相似 那兩顆黑球不相似 是兩顆黑球相似它的吼定 就是魚事件 那事件C是兩顆紅球都不相似 就是說每顆紅球之間 每兩顆紅球之間都有其他的球 那是選出正確的選項 我們看看第一個選項 他說這個PA大於PV對不對 那我們就把PA算出來 就是兩顆黑球相似它的這個機率 我們現在算什麼呢 算所有的情況數 我們可以把這個呢 紅黑球給它編號 看成不一樣的球 那這樣的話 這個 所有的狀況數 這個等於多少呢 就七階層 1 2 3 4 5 6 7 我七顆球做排列 就七階層 然後呢 這個 這個事件 就兩顆球相似 兩顆球相似 這個 它的事件什麼事件 你就把兩顆球 看成是一顆球 然後給它做排列 給它做排列的話 就是 這是一顆嘛 1 2 3 4 5 6 就是 6階層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這兩顆的話 可以對調 裡面內部對調 乘以2 好 那 我就可以算出PA PA就是什麼呢 就是NS 分之NA 就7階層 分之2乘以6階層 所以這個是等於7分之2 這7分之2 這個的話 是等於7分之2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 所以 這是7分之2 那PB B這個事件 是什麼 是它的火錠 不定 也就是說呢 是等於P A B 所以 這是1 減掉呢 PA 這是7分之5 7分之5 7分之5 那所以 PA呢 大於PP對不對 不對啦 7分之2不會大於7分之5 這不對 再來我們看看 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的話 它說PC 是等於多少 PC PC的話 這個 我們現在 這個 全部的情況數是7階層 那這種情況的話 是什麼情況呢 你就是說 把那個什麼 把不是什麼 不是紅球的 把它擺在一起 V1 V2 然後 空出空格來 然後 這個是 W1 W2 那現在呢 有幾個 就是幾個空隙 有1 2 3 4 5個空隙 這三個球的話 又把它給裝進去 好 那現在呢 這四個球的話 你自己在原來位置做排列的話 就有四階層 然後 我現在 乘以多少呢 乘以我 1 2 3 4 5 5個位置 取三個出來 三個 紅球 填進去 要做排列 乘以三階層 有這麼多 所以 這個是等於多少 這個是NCR 等於這樣子 所以這個是七階層 阿分多三呢 這個 西五取三 就是西五取二 這是等於十啊 這個就是 五乘以四嘛 除以二乘一 除二乘一 這個是十啊 這是等於十 好 那 所以呢 這是四階層 這四階層 齁 那 乘以十 那 乘以三階層 好 七階層的話 四階層可以約掉 那是七 六 五 那四 三六一的話 這就約掉了 這十乘以六 這六 這六 五一五五二得十 所以這等於七分之二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好 再來我們看看呢 這個第三個選項 他說呢 兩倍的齁 這個P 就是在A事件發生情況底下 C事件的條件機率 加上五倍的齁 P 那這C 在B 發生情況底下 C發生的機率 他又小於二 好 那我們個別把這個 把它求出來 個別這個求出來的話呢 我們怎麼求 這個A事件的話呢 是什麼事件呢 是兩個球 綁在一起的 這種情況 現在的話 我兩個球呢 綁在一起的情況底下的話 這個 是多少呢 這個就是NA NA的話 有這麼多種情況 這個 這個P 這個是C A 這個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這個NA 要問這個N C交A 這樣子 好 那這個樣本 C交A就縮小了 這個樣本 C交A的話 是2X6X 好 那這個呢 在這種情況底下 是C C的話 就是說 這三個要分離 那我現在 把B B E看成什麼呢 看成 看成是一體的 這我給它叫做D 我給它叫做D 不過 嗯 不過這樣做也可以啦 那我們現在來看看 這個 B跟E B B2 看成是一個 然後 這個是W1 W2 那現在呢 剩下幾個空格 我把R1 R3的話 填入這些空格 現在這個的話 就有什麼 就有3階層 123 那裡面這個可以做排列 乘以2階層 那再乘以多少呢 乘以1234 1234 4個地方 取三個地方 做排列 再乘以3階層 這個呢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一個 那這個等多少 這個是等於那個 這個 這是4 這是你4取義嘛 4乘2 乘4 乘2 乘3階層的平方 那這個就是4乘2 乘以3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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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2可以約掉 好 那這個3階層約掉的話 就是6 5 4 那這4乘以多少呢 321 好 那這樣的話等於多少 這6消掉 4消掉 所以這是5分之1 所以這是5分之1 這是5分之1 這是5分之1 好 那我們來看看 這個是多少 這個 這個是在B情況底下 B情況底下的話 B是A的否定 就是說 B B就是A的否定 這個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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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 P P C 交 A B 這個是等於 E-PA 了 這個等於 PC 等於 這個等於 C-A 就PC,減掉LOSA 減掉P,C交LOSA C交A 這個是PC,減掉PC交A 這沒有錯 那這個等於LOSA 這個PC交A 這個PA的話,我們已經算出來了 PA的話,我們算出來 PA的話,算出來是7分之2 是1減掉7分之2 然後,這個PC 我們已經算出來,這也是7分之2 減掉的話 這個PC PC的話 我們可以用乘法律 等於PC 且PA A的話是 在C 那個 成立的條件底下 不過因為我們知道這個 不知道這個 所以我現在怎麼辦 就是P A 而且P C 是在A 成立 情況底下 C發生的機率 那PA 知道嗎 PA PA 這是7分之2 乘以5分之1 P 這是5分之1 減掉7分之2 乘以5分之1 這樣的話,就算出來了 這個多少 這個是7分之5 底下 那7分之2抽出來 乘以多少 1減掉 5分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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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等於5分之10 5分之10 5分之10 5分之10剛好等於2 不會小個2 所以這選項是錯的 這選項是錯的 好 那再來呢 我們來看看 所以呢 這個選項是錯的 這個 這個我把它記下來 搞不好等一下可以用 這是25分之8 25分之8 好 那我們來看看呢 這個 第四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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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呢 在A發生的情況底下 C發生的紀律 這個剛好算 這是5分之1 這是5分之1 5分之1 它說是大於0.2 不對 等於0.2 這等於0.2 這不對 4也是不對 這樣看5 5這個選項的話 它說 P C發生的紀律 在B發生的情況底下 C發生的紀律 這剛好算過了 是25分之8 25分之8 25分之8的話 它說是大於0.3 0.3 0.3就10分之3 那這個對不對 80 大於75 這對 所以這個選項是對的 所以5這個選項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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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題 答案應該要選多少呢 1不對 2對 跟5對 所以應該要選2跟5 2跟5 所以這題答案是2跟5 1 1 1 2 2